你怎么找人不管 起来 我干嘛 先等下 政治高三的张钊 因为早恋辍学四个月 甚至为了和女友私会 将父母反锁在家门外 母亲只能趁儿子出门 偷偷糊到家里 看着父母喊来的这群陌生人 张钊的情绪开始失控 被两个强壮的男人抢压在床上 得知父母私自给记忆报了培训学校 张钊的情绪愈发失控 被控制的死死了他 只能绝望地哭诉 张钊扬言要和父母断绝关系 甚至用生命威胁父母 但父母心意已决 张钊不理解 父母怎么狠心将自己送去改造 父母也不明白 连被听话的乖儿子 为什么恋爱后就心情大变了 现在张钊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自愿去训练营 要么被强制带走 张钊用了两分钟时间 飞速收拾东西出门 根据老师的经验 真心去训练营的孩子 会认真收拾检查行李 显然张钊心里另有打算 一路上 张钊都老老实实的 然而 晚上下车后 趁着夜市人多 张钊开始逃跑 很快 警车呼啸而来 坐完笔录后 张钊被抬出了警察局 一开始 还在车上痛哭大闹 但很快 折腾了一天的他 就扛不住睡意 仰天长睡 武汉郊区的这个训练营 汇聚了从全国各地而来的 家长眼中的问题孩子 被送到这里的孩子 需要接受81天的集中训练 而父母也要接受6天的学习 张钊在训练营很听话 只是动不动就哭 说是担心女朋友 甚至说要和他订婚 辅导老师都没见过 这么能哭的男孩 这个年纪 谈恋爱很正常 但谈成这样 也是稀奇 为什么孩子不想读书 张钊父亲将全部原因 归绝于早恋 但老师并不这么认为 他和张钊沟通后 发现张钊是想读书 愿意上大学的 但父母一致认为 儿子在撒谎 他们眼中的儿子 信言很多 张钊曾多次说 想要跳楼 在父亲看来 这不过是儿子的表演 说的次数多了 父亲也不当回事了 甚至直接用激将法 而母亲不觉得 儿子是在开玩笑 他从儿子通红的眼睛中 看出了他的认真 而张钊也在和父母赌气 带手机 搞对象 打架 学校的三条高压线 高二下半学期 张钊通通试了个遍 其实 真正让他抗拒去学校的 不是谈恋爱 而是压抑的环境 他曾和父母谈出心声 得到的回复却是 学校几千个学生都能忍受 你为什么不行 是啊 因为大家都能忍受 所以你只需要忍受就好了 久而久之 张钊也放弃了和父母的沟通 每一个问题孩子背后 都是一个问题家庭 在张钊的记忆里 爸爸很少笑 父母在一起时 永远都是在吵架 他和父母之间也少有沟通 比起轻听儿子 父母更热衷于看电视 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早恋 他需要倾诉与陪伴 在被父母拒绝后 他只能去寻找新的情感寄托 高中毕业的母亲 通过家长课堂的学习后 他也意识到孩子的问题 本质是家庭教育方式的问题 张钊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信中父母不再反对儿子谈恋爱 只是希望儿子好好反思 早日回归到同龄人的轨道 这让他倍感绝望 显然父母并没有反思自己的问题 也不明白儿子真正的诉求 自理行间只是无奈的妥协 我看完写的信我差点就彻底有绝望了 得知儿子的态度后 张钊的父亲开始反思自己 他诚恳地给儿子写了一封道歉信 老爸对你说一些狠话 请儿子原谅 老爸在这里对你说什么对不起 但张钊并不相信父亲会真心改变 40年的脾性 怎么可能通过6天的学习改变呢 也知道该怎么跟你沟通 该怎么跟你交流了 我他妈信那个话呀 张钊的训练结束了 6个月后将参加高考 为了迎接儿子回家 父母在家忙或者大扫除 父亲更是一夜没睡 他相信儿子会看到他的改变 还没到家 张钊就和父母约法三章 希望父母搬出去住 不要打扰自己的清静 不要再干涉自己谈恋爱 虽然要求有些过分 但不再是最开始那样无法沟通 这些退让已经让父母很是欣慰了 高铁站上 父亲殷勤地帮张钊拿行李 面对父亲的盛情 他还有些不适应 父母本以为儿子回家后会大闹一场 面对儿子意料之外的平和 他们选着的心也放下了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儿子平和的背后 是对家庭的彻底放弃 对于父母的变化 张钊多少觉得有表演的成分 已经崩塌的信任 想要重建哪有那么容易 他对父母不再抱有希望 现在女朋友是他唯一的寄托 这天晚上 张钊找父亲要一万 说是要给女朋友卖条狗 一万块是比不小的开支 在了解到张钊要钱的目的后 父亲提出了给五千 张钊对着镜头 失望又得逞地说 要钱是一方面 对父亲的试探也是一方面 他想着父亲如果给五千 他就原样打回去 好在父亲最终给了八千 顺利接受了考验 张钊花了一千七 给女友买了条狗 但这并不意味着和父亲和解 父子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纪录片镜子 是一样是在2017年推出的 中国首部探讨家庭情感教育的纪录片 聚焦了三个问题家庭 而张钊的家庭 也是很多不善表达 不懂沟通的家庭的缩影 让孩子吃饱喝足 这不是教育 当孩子的情感需求被忽视时 他就只能去外界寻求支援 正如纪录片所表达的 孩子是家庭的一面镜子 一个问题孩子背后 一定有一个问题家庭 81天的训练 无法跟着一个家庭的顽疾 教育需要未雨绸缪 纪录片结尾 张钊在2016年高考中 成绩不理想 选择了复读 和女朋友也分手了 像大多数普通人一样 会面临落榜 失恋 择业等等问题 也许有一天 还要脱离原生家庭 肩负起另一个家庭的重担 希望那时候 无论是张钊 还是你我 都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父母